老杨到处说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欢迎订阅 欢迎点赞 欢迎留言 欢迎打赏 打赏也是生产力 点赞也是生产力 我们乐观其成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越办越好 来谈一下苹果日报 台湾苹果日报停刊 明天正式的停刊 香港冻结黎智英 一传媒股份和个人的当地银行的财产 一传媒已经被热令停牌 好了 台湾已经停刊 香港的苹果还能坚持多久 香港呢 有大批的反条例抗争者 反修例抗争者 19年10月1号 响应号召游行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0个人 最近被捕 被起诉 案件呢 可能在5月18号 明天在区域的法院开审 据说黎智英等10个人都承认组织 未经过批准的集结罪 那么香港保安局在5月14号 首次根据香港国安法 冻结了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 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股份 以及他持有拥有的三家公司 在当地银行的财产 几个亿就空掉了 一传媒的回应说 这个事情跟集团的户头无关 集团和苹果日报的运作 资金财务绝不受影响 但是一传媒因此要求停牌 以此同时苹果 台湾的苹果停牌 但继续维持台湾苹果新闻网的运营 黎智英旗字显明不用说 他已经是标签化了 黎智英也多次被北京当局 点名批评为反中乱港的分子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去年12月 起诉黎智英勾结外国 以及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罪名很大 上个月加控串谋勾结外国 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以及串谋做出 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 两个罪名 罪名很重 较早前香港政界也曾盛传 苹果日报在今年7月以前 或者以后 港府依法取缔 而《行果日报》近期有多名 中高层的采编采人员相继辞职 留下来的员工 分钟要求管理成解散公司 以保障员工 或者提出优厚的回击餐 就是比较好的福利的遣散费 遣散有益离职的员工 但是呢 张建宏 这一传媒集团的西欧 出席员工大会强调 集团目前没有疏散员工的方案 苹果日报不会自己结业 会照常报道新闻 但是苹果日报还会坚持多久 实际上已经是香港政治生态 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观测焦点 第一点呢 我想分享一下 外界的反应 美国英国以及欧盟 谴责香港呢 对一传媒 黎智英等民主派人士的判刑 同声表示支持香港人 那欧盟呢 就讲到会影响了中欧关系 布林肯专门有个声明 对民运人士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 要求释放这些 因各种行使 基本自由被拘禁和监禁的人 声明也不断强调 具有国际耶稣利的协议 中英联合声明 保障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香港的友权享有联合声明 基本法是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台湾也臭分子 台湾陆委会声明 没收财产凸显得香港国安法 对香港人民财产构成的威胁 这相当于像国际社会宣布 香港的商业风险在增加 当然北京或者香港特区政府 对美国欧盟英国等国际舆论的反应 丝毫不会给任何的理会 台湾的反应也是例行公事 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 黎智英等人目前采取的就是 绝技要把牢底坐穿的心理准备和姿态 七十多岁了 能做出这种决绝态度的人不会很多 但是还是有的 只要有一个到几个 就足以成为影响香港社会和国际舆论 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政治话题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曾经在香港监狱待过的朋友 出来告诉我 香港的监狱管理显然要比内地要完善的多 坐过牢的朋友说 一天有四顿饭 也就是晚上九点还有一顿宵夜 牛奶面包一样不缺 还有一个苹果 可以从外面带书进来看 或者安排工作 但这工作都是比较包装型的轻微的工作 黎智英七十多岁了 他也不会给他太重的活 黎智英大概也想在里面多待几年 当然也算是七十多岁养老 顺便一下养养生 因为监狱里面伙食很容易减肥 当然如果有人外面说 判刑以后带到内地服刑 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三 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能维持多久 苹果日报旗帜行明是香港最缓供的报章 这没有说他立场就这样 因为受众也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受众 对针对可以预料 而且在2019年 他扮演的角色非常的不一样 香港理工大学有一个讲师叫陈伟强 他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说 港府冻结黎智英的资产预期之内 从目前的政治风云来看 不排除港府在7月1号前后取缔 苹果日报的可能性 当然要依法来判定这个可能性 但苹果日报说它不影响 还要继续出 话是这么说 后续的发展其实也就是几个月时间 第四 台湾原来一个朋友 凤凰的同事叫王上志 他在中国时报写文章 他注意到了 苹果日报的资本停刊的时间点 是跟黎智英恰好在香港被裁决 冻结名下股权财产有关 好了因为一旦被冻结了 许多法律的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 同时又在运营亏损的前提之下 其他资金调度周转能力一旦被卡住 大概也撑不过出售交易的期限 也就是说苹果日报的 现在的台湾的所有的价格 也是被控制在两三亿台币之内 那损失是很大 现在民进党的党政高层要求 台湾的媒体包括绿媒包括三立 电视台在那帮忙接手苹果日报 大家都知道 但谁愿意接手呢也不清楚 第五 撇开任何政治因素来看 人们注意到台湾苹果这几年的拼命转型 但是呢每一次尝试 都距离台湾市场和人心越来越远 苹果呢按照王上志的观点 最关键的败笔是政治内容至干民进党化 就失去了最主要的中间读者群 林志英个人有鲜明的反共立场 即便两岸最开放交流的时候 苹果日报大体是选择各种各样大陆负面的新闻 但是这并不构成负面定义的影响 无所谓啊 你就炒作嘛 但是这一次苹果宣布停刊 几乎只是在媒体圈自己人的一点点感叹 社会基层大众完全没有任何惋惜和不舍之声 这对林志英来讲心理的打击也是很直接的 第六 苹果日报台湾苹果日报过去不只是 香港把根肩狗仔文化引进台湾 还创下了台湾报纸销售量和传业量最高的记录 真的是不得了 可是现在不得广告流量 以及消失跟香港政局的恶化 所以18年的资本经营要划下句点 跟台湾苹果我发现不一样 它还有当局呵护的 但香港苹果就跟当局是对着看 所以香港苹果的存在与否 仍然具有某种指标性的意义 好了我们根据港版国安法 我们来看看第四条和第五条 是分别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保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 以及任何能够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 你可以把黎智英定罪 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苹果日报触犯了国安法或其他法律 苹果日报的继续存在也是合法的 那么香港现在还是有它的一些市场 有关当局会让苹果日报继续存在吗 这是个话题很有意思 香港从去年国安法颁布以后 那么现在看来很多意见领袖 纷纷的采取各种方法 或者就不说话了 或者都不写文章了 或者移民必居台湾和其他海外地区了 唯独只有黎智英一个人在苦成待变 但是今天或者去年以来 对黎智英的采取的代谱措施 也是以法于理有据 他自己也不隐瞒也认罪了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黎智英现在他认罪了 香港的法律跟国内法律不一样 他是普通法 假定无罪 没有经过司法机关判罪之前都假定无罪 好了 苹果日报 现在能不能跟黎智英切割 这是一个问题 苹果日报由于在黎智英的这个 唆使和鼓动之下 主导之下 在整个抗中 占中 以及一系列回归以来的 扮演他的这个吹鼓手 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都需要 法律上来进行一些判定 如果法律上判定 他是切有实据 那么他被 取缔 毫无疑问 好了 香港现在 其实传统的报章 经营都很困难 左派报纸呢 说老实话 尽管呢 可能会被纳入纸巾文化 统一了就一个文大商的管理啊 但是他能不能恢复 曾经应该有的影响力 而这个影响力 我说的是55年前的影响力 很难说 从当香港本身的 自觉的订阅数 如此之稀少 就可见一斑 在新媒体的领域 这些年 爱国爱港阵营 也投了不少资金 也希望能够改变 香港的舆论环境 但实际上 能起的效用 也是很有限 所以呢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实践 的那么一个地方 如果他跟内地一样 是舆论一力 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他还算是 一国两制吗 有一个 苹果日报的存在 或者说有一个 泛民主派力量的存在 其实 对香港的一国两制 只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 现在搞清一色 现在搞存了又存 现在搞那么多的 这么一个互相之间的指责 就看到了忠诚的废材 还是大有人在的 那好了 一国两制的香港的治理 怎么样才能提高 他的问证能力和水平 香港能不能作为 继续作为 他扮演中国和外面世界 一个主要的沟通的渠道 其实都在领导人的 一念之间 如果香港 变成澳门 如果香港变成 解放区 那一国两制的存废 也就是一句话 毫无 存在的意义和必要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